我的团长,我的团,有一部分删减了,这是众所周知的,小编要说,还好删减了,不然我们要哭死,后面的剧情简直,不能用血缘来形容,简直就是惨无人道,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。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下,后面人物都有哪些女人的剧情,一,迷失在怒江的铺尾巴,龙迷龙的下场很惨,没有死在怒江对岸的南天门树宝,反正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,死了死了,没错,就是死了死了,亲手枪毙的迷龙,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,迷龙面临的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,逃跑,根本不可能,四周全都是虎视眈眈,想弄死他的人, 况且他跑到了河省,跑到了庙,自己老婆孩子还在缠打,脱家带口的逃跑,根本不现实,求情,他的罪的可是军部大佬,就炮灰团那群喳喳门,上面能有什么人,死在自己人手里,是上天所能给他最大的宽容呢? 用迷龙的话讲,没死在南天门上,死在各逃兵手里,我能哪,二棒打愿让凡辣和小罪,是大家公认的情侣,他们也是有爱情基础的,但是现实却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,你们互相喜欢,好,我偏要你们生生拆散,凡辣最后无奈,只能看着小罪跟张立宪回了四川老家,自己还无能为力,能怎么办? 自己尚且不知道,能不能活过明天呢?让小罪跟着自己,还不是重复他哥哥的命运,被某个不知名的上级派去当了炮灰,从此了无音讯,凡辣没了不要紧,你让小罪怎么办?换个地方做皮肉买买,跟着张立宪回老家,起码能有个安稳的生活,生活最大的教育意义,就是叫我们懂得放手,不管你愿意与否。 三,整体幻想着打回上海的阿易,阿易如愿,从一个炮灰团的副团长,升级成了装备精良,人员满额的团长,但是命运也没有放弃捉弄他,虽然升了官,但是阿易照亮要听从上级的领导去北边打仗,阿易最大的梦想,是想成为龙文章那样的人,经历过南天门一战,阿易学到了龙文章的三分精髓,他把自己的团弄得像模像样,而且战斗力相当可观, 可是龙文章那样的人是死,也不愿意打这种骨肉相残的战争的,阿易也不想,所以张凡的冲张舒克来的一瞬间,阿易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,坚信三民主义的他,是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的,但他也不想作威的斗争,无非就是用自己同胞的命来为自己争取功勋罢了,这没有意义,所以阿易说,打鬼了,是死不会投降的。